烤罗飞鱼啊 烟熏的 不烤就拿这个熏啊 哈喽今天又进村了 西双满达的曼长村 这个村子呢刚一进来 会让人感觉稍微有一点商业化 因为从一进村开始就会发现 周围全部是农家乐 包括带味烧烤 不过走着走着就会发现 这个村子整体来说 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比那种纯商业化 或者是比那种纯自然景观 都要舒服很多 这里的生活气烟火气很浓 尽管有那么多的农家乐啊 但是还是有一百多户人在这里生活的 除了生活气烟火气之外 稍微往村子的深处走一走 整个村子也不是很大 这边还有这种做足阀漂流的 除了漂流以外啊 在这里呢还可以体验 逮家的造纸 逮家的逃逸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这里的鸡长得都很像斗鸡 其中有一部分呢 会散咬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为什么要捐在笼子里 这里是酒糟 啊玉米 然后这下边是加热啊 加热到时候能够 能够水吹进去 啊我这都闻到这个 酒的香味了对 然后通过一根小管子 有我们的不过酒这个 啊 这个是在过滤哈 嗯过滤 嗯 这酒有多少度啊 这在过滤有60度 60度啊 挺纯的 嗯纯的 这个是烤罗飞鱼啊 呃烟熏 烟熏的 啊不烤就拿这个熏啊 熏干了 真没吃 啊这个鱼子你们 买的还是自己抓的 买的 买的 这什么排骨 还是牛肉是猪肉啊 牛肉 啊 哦 这个是牛肉啊 嗯 也是烤的吗 熏的 嗯熏成干包 这怎么卖啊 达味烤鸡 一只是吧 这个 这个还没熏 这个卖不了 不买啊 烤鸡 我能来半只吗 一只吗 都这一只一只的吗 那个他们半只我半只行吗 你们自己穿的 对啊 可以吗 可以吗对啊 要不一只看着有点多 可以吗 对啊 那就 那就来一只 然后我俩一人一半 好 这是什么料 烧口料 啊 哟 鸡翅掉了 千碎一点吧 嗯 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 我看刚才拿进去那么大一片 香蕉的叶子 啊 香蕉树 哦 哦 谢谢 哇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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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村里烤出来就不一样啊 鸡肉还嫩味道还好 比 景点的强太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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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